欢迎来到深圳市体育场 深圳嘉兆业队在主场迎战武汉卓尔队的比赛的入场仪式即将开始 中甲联赛的旗帜 走在队列的最前面 随后跟上的是国际足联公平竞赛旗帜 在此前深圳市天气多雨比较的湿热 而在两天前也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雨 在大雨之后 昨天两队的球员进行赛前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 天气也是逐渐放晴 而今天天气预报又是一个小雨的天气 28摄氏度的气温对于两队的球员来说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适宜的 但是湿度会让两队球员的体感气温来到30摄氏度左右 今天深圳队是红色的上衣 深蓝色的短裤 而武汉卓尔队则是一身白色的球衣 叶楚贵走在队列的最后 在上轮比赛当中 他有着不错的表现 在这场比赛当中 卡罗肯定也希望这位弟子能够有不错的发挥 双方的球员跟随着裁判员步入场地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奏国歌的仪式 根本集结一下 到这里的结果 我喝了这个 我喝了一点 我喝了那吃 我喝了一点 这么多 好 我喝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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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准备 温糕 李 现在 我喝了一个 我们的 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罗也是表示希望现场最好不要下雨 能下的话小一点 这样的话对于球队的打法有帮助 两支球队恐怕都希望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欲战不会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影响 李铁指导和卡罗教练两位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一次两位教练的碰面 而卡罗此前率队两次面对武汉卓尔是一胜一平 都是在2017年率领一方的时候取得的 李铁指导两次面对深圳队则是两胜 其中一次是在今年的上半年2比1战胜了当时王宝山指导率领的深圳队 而另一次则是远在2015年当时执教河北华夏幸福的李铁指导 是率领球队2比0战胜了深圳队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乔纳森巴雷罗 第一助理裁判是国景涛 第二助理是杨熙 第四官员是张哲 两名底线裁判是刘晨涛和买买提江 我们来看一下首发名单的情况 武汉卓尔队的门将是23号的孙寿博 在后防线上是4号爱直播 5号张耀坤和22号的廖军舰 中场三中场是19号尼奥双 20号李航和26号的刘云 两侧的边一位依然是左边罗毅右边明天 顶在前面的是17号的埃夫拉和9号拉斐尔 而深圳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的关阵 两侧的边后卫左边是15号葛镇 右边是11号的张远 两个中后卫是29号王大龙来配搭30号的崔明 也有可能是配搭4号的乔威让崔明去打后腰 而中场中路呢则是39号的干超和4号乔威 或者和30号崔明的搭配 在左边是8号的叶主柜 右边是3号的吕海东 并在封线上的依然是10号的奥汉德扎 和9号的布雷西亚多 在赛前我发出这个首发名单的首抄版 带阵型的版本之后呢 也是有朋友在微博上在提问 说这场比赛是不是乔威应该会打到后卫 而崔明则是打后腰 那其实呢在本赛季深圳嘉照业队出现过 乔威去打后卫而崔明打后腰的情况 但同样也出现过崔明打后卫 乔威打后腰的情况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 卡罗教练究竟如何来安排 恐怕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李铁指导的球队在上轮在家乡的胜利 应该说让李铁指导能够感受到在客场的征程当中 卸下了一个长期以来没能解开的担子 而在这场比赛当中 对手更为强劲 来自澳大利亚的主裁判 乔纳森 巴雷罗 澳大利亚籍主裁 吹响了比赛开始的哨音 这场比赛选用外籍裁判也足以见得足协 对本场比赛的重视 深圳嘉照业队从画面的左边向右边进攻 武汉卓尔队从画面的右边向左边进攻 本场比赛的解决评数 由卢俊杰为各位带来 在比赛的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各位登陆PP体育的聊天室 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同时你也可以在微博上搜索 PPTP卢俊杰找到我们的直播互动点 来随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深圳队在左侧向前的传递 在两个人的包夹当中把球拿出来 再向回胶 选择转移到另外一侧找张远 张远在右侧拿球 球弹地之后向前的这个跳动 稍微的加速了一些 所以今天比赛当中双方球员都会面临场地比较湿滑 所带来的影响 这场比赛当中呢 确实我们看到的是崔明 站在中场 而乔威呢 则是和王大龙来搭档打到后腰的位置 当然了 在保护后防线的时候呢 崔明的位置也会稍微的靠后一些 一会儿我们也要结合比赛来具体的观察 武汉卓尔队在右侧向前的传递 想直接找到前面的拉斐尔 还有 右侧拿球以后想往中间走 胜任队把球断下来 观阵 王大龙 葛震 在左侧拿球 交给后腰位置 然后再给左侧 那这次在左侧的内部的普雷下多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领到球 前面的吕海东这下也是没能碰到球 球出了边线 吕海东也是一个可左可右的球员 赛前看首发名单的时候呢 意识到两个球员有可能会来进行换位 吕海东和叶楚桂 在比赛当中呢 两个人的位置也会实时的变化 来迷惑对手的防线 深圳队呢 在右侧应该说张远整个是压的比较的靠上 所以呢乔威也会更多的往右边贴一些 来形成保护 看这次在右边 奥汉德扎拿球以后自己往前走 罗易在背后拼抢的过程当中 边才也是摇旗示意有犯规出现 奥汉德扎是倒在场内 队友也是上来查看一下情况 我们再来看往前蹚的时候 罗易的下铲 这下呢没能够碰到皮球 是带倒了奥汉德扎 队友也是入场来查看一下情况 卡罗对他来说 他的球队当中是非常的需要这两位外援攻击手的 在到目前为止的比赛当中呢 普雷西亚多和奥汉德扎两个人是各自排在中甲联赛射手榜的第二位和第九位 哦我们看这下罗易呢在下铲的时候 从其中一个视角似乎感觉罗易是这个没有完全带到奥汉德扎 但是从刚才这个视角的回看可以看得很清楚 罗易在飞铲出去的时候呢 奥汉德扎的右腿的小腿部位是有被带到的 那好在这下呢在铲出去的时候只是掠过而没有登上 所以说呢奥汉德扎只是被带了一下 不然的话这下直接把整个的力量都用在他腿上的话 恐怕奥汉德扎的伤情会更加的严重 奥汉德扎没有太大的问题 恢复头脑比赛当中 右侧这次给到后连投球公文 但是这下还是没能够在门框的范围之内 普雷西亚多 在中甲联赛当中 普雷西亚多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二 已经是帮助球队打进了15个进球 奥汉德扎也有9球入仗 而紧随普雷西亚多身后的则是武汉卓尔队的拉斐尔 他目前也是打进了12球 埃夫拉的8球也是排在射手榜的前10位 所以我们说啊 射手榜的前10名 有4名球员都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发出战 看看这4名中甲联赛当中 射手行列的佼佼者 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怎样的表现 左边看看这次 蹚过了之后直接面对门匠 但是已经到了底线附近 孙兽博在出击之后 普雷西亚多虽然有倒地 但是裁判第一时间没有表示 裁判可能要去听一下底线裁判的意见 裁判在听取底线裁判的意见之后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球 普雷西亚多摊了一下球 但是这一摊之后呢 球已经出了底线 虽然孙兽博随后的出击呢 也碰到了普雷西亚多 但是这个时候裁判也需要来认定一下 在这个球 哦 主裁判是指向了点球点 给了一个点球 这个球判罚的疑点可能在于 在普雷西亚多把球再摊出去之后 他还是否能够在不被带倒的情况下 保留着对球的控制 如果说认为普雷西亚多把球蹚出去之后 球会出底线 因此孙兽博不碰到他 普雷西亚多也拿不住球的话 那么这个球也有可能不判 但是裁判呢 在经过和底线裁判的商议之后呢 选择是判罚了点球 其实第一时间并没有选择给孙兽博出盘 但是孙兽博呢 是对此有一些疑议 因此裁判是向孙兽博出示了一张黄牌 点球继承事实 孙兽博站在门线上 而在他面前的 则是刚才形成了单刀球的 普雷西亚多 普雷西亚多助跑 打向球门 这次球打向了左侧 球进了 比赛开场七分钟的时间 深圳加兆业在主场是取得了1比0的领先 孙兽博对于这次的点球 没能够判断对方向 画面还是在回放此前的那一次 产生了点球的判罚 所依据的那个犯规动作 而这例点球 普雷西亚多把球罚进 孙兽博对于这个球呢 堵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比赛才刚刚进行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现在深圳加兆业队已经是打尽一球 在主场1比0领先着武汉卓尔了 看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两支球队又会有怎样的表现 本赛季 深圳加兆业队曾经是 在比赛当中11次先进球 最终他们是6胜4平1负 有一次被逆转 而武汉卓尔队在本赛季的比赛当中 则是7次先丢球 最终的结果是2胜3平2负 武汉卓尔队也有两次逆转对手的记录 还是深圳队的借把球 在微博当中西风追风也是在说 刘云首发了 希望能够发挥他下半场替补的正常状态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 刘云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 是旅有上家的发挥 而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则是首发出战 确实对于一周双赛的球队来说 做出一些人员上的调整是十分必要的 毕竟在前两场比赛当中 姚翰林都是首发出战的 而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刘云 看看整体的状况 能否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充沛的体能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 派出过李航尿双姚翰林 李航童小星尧翰林这样的中场搭配 而这场比赛当中则是李航尿双以及刘云 姚翰林的特点是能够在前场 给进攻提供更多的支持 他是一个能够扯动的支点 而对于武汉卓尔队来说 刘云在前场也需要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武汉卓尔队获得一个右侧的任意球 这球是由刘云来处理 刘云左脚一个低球 在前点被深圳加招夜队投球顶出来 但球还没完全出危险区域 尿双双尝试在右侧拿球又被解围掉 外围还是武汉卓尔队在控制 继续尝试长传球给到前场的右侧 胜任队投球顶掉 球出了底线 葛镇的投球解围 武汉卓尔队获得一个右侧的角球 还是刘云来处理右侧的角球 用他的左脚 这次开向了中路 关阵先把球挡出来 外围武汉卓尔队投球一顶 但这次裁判已经是示意进攻方犯规了 外围武汉卓尔队中 外围武汉的是 row 户子钧 深人队在中场直接长传想找到前场 武汉卓尔队能够把球权拿下来 但是这下挨制波一端 右侧还是深人队把球拿到 奥汉德扎 再变向 然后右脚直接掉向门前 球是出了另外一侧的底线 落点已经非常靠近球门了 李铁指导在场边也是一直在奋力的向场内的弟子们 继续在带来着实时的指挥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 一旦场边的这个收声话筒离他比较近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听得非常真切 这场比赛看来收声话筒离他比较远 有些朋友在看比赛转播的时候 很喜欢听一听李铁指导说了些什么 但也有些朋友呢不太愿意听到太多的场边的呼喊 此前呢应该说 有些比赛的转播 我也是听到过李铁指导的一些 这个向场内呼喊的言语 能够听清楚的一些呢 几乎是在足球的对场上的队员进行着指挥 当本方的球员拿到球的时候 李铁指导就会立即在喊 谁谁谁赶紧接 或者这个球注意一下另外一侧 那这个时候他的喊声啊 就像是给队员增加了一个 在耳朵和眼睛之外的这个感应一样 有的时候呢 球员可能在场上受制于他们整个的 这个视野的空间所限 他们无法发现第一时间出球合适的空档 这时候李铁指导的呼喊就起到作用 球权还是武汉卓尔队这边 刚才球是被深圳队碰出了边线 张尔昆 交给直播 由于深圳队在前场应该说呢 普雷西亚多和奥罕德扎两个人的距离 武汉卓尔队的防线是比较近的 在防线拿球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比较大的压力 刚才李航拿球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将球向前传递 只能再回敲了 李航这下拿球又是没办法转身 叶楚桂在中场还是给了他比较多的贴身防守 在尝试转移的时候 被奥罕德扎拿下来 拿球尝试转身 然后向前给普雷西亚多向后一垫 圣队在中场中路拿球 左边右边都有点 给到左边 普雷西亚多右脚射门 孙兽博罢球党出去 在比赛的直播过程当中要提醒各位 海量聚会8块8包油 便宜有好货 尽在苏宁易购 尿双 还是回给的张耀坤 李航 李航 交给右边 拉菲尔也是更多的回接 罗毅 尿双 再回给后面的张耀坤 然后再走右侧 廖军舰 在右侧拿球 明天 李航 还是先回一下 武汉主要队现在在拿球的时候 前场球员会发现 在深圳队整个的防守猎阵当中的对他们的几个传球点应该说都有布置 所以武汉主要队整体的船切配合现在是比较难展开 罗毅 现在呢罗毅跟明天两个边啊 没有办法完全的再向上压 否则整个边路向前的串联也会出现些许的问题 爱之波 鞋船 想要交给拉费尔的 奥汉德扎拿下来以后直接向前开 结果球反弹以后又是武汉主要队把球拿下来 拉费尔向往中间走 奥汉德扎再次断球 直接长传 找到了前面的队友 但这次普雷西亚多在队友传球的一瞬间是处在越位的位置 张浩坤直接长距离的传球 找到了前面的埃夫拉 埃夫拉转过身来以后横着走 还是尝试跟埃夫拉进行配合 埃夫拉把球给进去 这次胸部一停 又在直接打门 这球滑满而出 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埃夫拉在和刘因配合之后 是找到了在右侧内部跟上的拉费尔 右脚的一个过顶传球 拉费尔把球卸下 打向球门 但由于角度确实已经是非常小了 这球还是没能打在门框的范围内 在微博当中也是有朋友在说 这位微博名叫我家宝宝的朋友说 武汉队不要着急慢慢来 先丢球那不是坏事 更要扎紧笔板不要再溜球了 确实对于武汉卓尔而言 他们整个的发力点 似乎都是集中在下半场的 本赛季在比赛当中 他们是客场打进了12个球 其中有10个都是诞生在下半场 武汉队的进攻火力应该说是集中在下半场当中来释放 而在上半场比赛当中 他们也有关键的进球出现 看看这场比赛当中情况又会如何 毕竟他们面对的对手相较于以前的任何一个对手 可能都要难打 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的这支深圳队和他们上半场的时候碰到的 王宝山指导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时候的深圳队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卡罗到来之后 应该说整个的深圳队在战术打法上也有了更多的变化 后场向前的传递 投球整顶下来以后 还是被深圳加招业队把球拿下来 沿着右侧向前给 王汉德扎还是能够接到球 然后再交给张远 张远右侧内部把球给到了边路附近 这次右路的传中球 直接到了后边 球出了另外一端的边线 武汉主二队的界外球 这是崔明在拉过来之后 在右侧完成的一脚传中球 左侧 尺人队把球给进去 外围 来一脚远射 这次打球门的右上角 球还是稍稍偏出了 奥汉德扎 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的活动范围挺大 在回防的时候 他能够退防到本方的 接近于30米的区域 而在进攻的过程当中 他不但出现在右侧 也在中路有不错的表现 左侧 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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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侧 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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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拼抢过程当中 裁判还是给了深圳加州夜队的球权 深圳队还是从自己的后场来发起进攻 长传给到前场 武汉卓尔队张奥坤投球领下来 埃弗拉在中场拿球 李航再给到另外一侧 就这下刘云没能够把球拿下来 但深圳队向前的传递 这下也是没能够把传球的力道控制好 右边武汉卓尔队继续拿球往前走 这次已住的情况下 身后的防尔队员还是有犯规出现 主赛判给了武汉卓尔队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甘超在退防的过程当中对刘云犯规了 武汉卓尔队的任意球机会还是刘云来处理 这次第一瓶球直接扫进去 被挡出来以后外围还有再起的机会 给到了远端 投球顶到中间 投球攻门 这次告输了 最后一下是来自于罗毅 在中路完成了投球攻门 这次给到远端以后 爱之波投球顶到了中间 中路有多个点 而罗毅处在这个球的落点上 但这下呢 由于不是一个向前冲的发力 而是几乎在原地起跳以后 是比较难控制这个球的高度的 观阵球不球开出来 第一点被武汉卓尔队顶下来以后 深圳队把球拿到 深圳队给到左边 尝试人球分过 这下过去了 左侧 再往前走的时候 武汉卓尔队把球拿到 廖军界 把球拿下来以后向前传 刘云把球给到中间 张耀坤 再给到左边的爱之波 交给罗毅 第一时间也没有办法 合适的向前出球 张耀在罗毅的身前 李航再回到后方线上 再转移球给到左边 再转移球给到左边 罗毅拿下来 李航 右边 但这下横向领的时候 没能够领好 这下横向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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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加领备 托伸船的后点 三中阪中队员的传球路线和力度 没有办法提前预知的 所以在做这种解围球的时候 也是要多加小心了 看这次在中路 奥汉德扎连续的闪转腾挪 但李航第一时间把球抢断下来 刘云在右侧打球 没有向前发展的机会 因为两侧的边路进攻手还没完全上去 再向前的传递被深圳队拿下来 张远 摄影队在右侧 先回一下 在领先之后呢 吃人家兆业队这边也是 希望能够把比赛进行的更加稳定一些 整体的打法呢 应该说也是 希望能够让比赛的节奏 掌握在自己的控制当中 武汉中二队这次的斜场转转移 把球给到了左边 埃弗拉拿下来 在进区里面横带之后 球还没有丢 交回来 外围左脚射门 又是来自于刘云 今天刘云在场上 基本上是承担了此前姚汉林 在场上的一个职责 他的位置更加靠前 也能够更多的行程 和前面的前锋 双外圆进行配合 关阵球门球开出来 辽军健投球顶下来以后 升任队在本方的半场拿球 左边 球先被武汉卓尔队解围出了边线 还是深圳加招业队的界外球 界外球制出来 武汉卓尔队把球解围掉 还是接外球 横带以后转移到另外一侧 张远在右侧拿球 长时间跟前面的奥汉德扎来配合 罗毅最后一下子解围球 是打到了奥汉德扎身上出了边线 露水地区 躺尔队 腾越银 高级 此前我们在比赛当中预计的胜任队的整个的首发阵容会是一个四后位的排布 现在整个看起来打得更像是三后位 王大龙的居中而乔薇位置居右 葛振位置居左 左边的边翼位是三号的吕海东 右边的边翼位是十一号的张远 整个的站位现在更加的接近于一个三五二的站位 张远这次在拿球向前走的时候 罗毅是有一个反规 深圳队获得了一个禁区脚上的任意球机会 看这次怎么来处理 隔阵准备来处理这个任意球 右脚给进去 武汉中尔队把球顶出底线 脚球 这下是廖军界 投球后层顶出了底线 深圳队的脚球机会 叶楚归来处理 右脚给进去 同球封闻 这球又进来 32分钟 深圳队在主场取得了两球的领先优势 这次是崔明帮助球队在主场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脚球开出以后 崔明在中路 这次直接是投球 将球撞入网窝 再来看 崔明在中路 这次的征顶过程当中 力压防守队员高高地跳起 将球是顶入了球门的一侧 而孙寿博 当他看到球的路线的时候 做出反应 已经是边场莫及了 崔明帮助球队取得了2比0的领先 卡罗的球队伸直 要在上半场尽可能的确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这样才能防住武汉卓尔在下半场的决力反击 右边 奥汉德扎 蹚起来以后 艾出波已经卡住了身位 拉斐尔这时候也更多的拉回来 这次给到前面的艾弗拉之后 没能够把球挺好 艾弗拉自己刚才身体也是失去了重心 力压在中路拿球 给到左边 罗毅 右脚传进去 有些身被关阵打出来 外围还有机会 秒双一扣之后 没有办法做后续的处理 胜利队有反击的机会 自己带球往前走 武汉中尔队的回防球员把球断掉 罗毅在左侧拿球 给到中间 力压 再分 外围 尝试要搓船和队友来配合 但这下没能过去 胜利队又有反击的机会 前场现在是三打三了 看这次怎么来处理 球给到了右侧 结果这下呢 节奏是稍稍有所言的 而且啊 普雷西亚多上去了 这下普雷西亚多的位置是越位的 这是一个越位回拿 而此前这一下 在武汉中尔队的防守过程当中呢 确实是先碰到了球 右侧 右侧 晃动之后 选择往底线走 最后一下 胜利队的解围球是打在了武汉中尔队球员的身上出了底线 大雨当中 李铁知道 现在需要对他的球队如何调整呢 上半场比赛还剩下十分钟的时间 而这时候呢 深圳队的球员在场内的伤情也是得到了对一的救治 主要还是通过喷雾来止痛 利铁知道在跟罗毅和李航在说些什么 右边还有队员上来 你要说 你也知道啊 每次说完以后还是像他这个往常一样吹一下头发 这还是崔明在比赛当中的内力进球 孙兽博 停球之后 直接向前的传递 第一落点双方都没睁到 胜利队把第二落点拿下来 还是走中路 几名队友之间一脚出球娴熟的配合 奥汉德扎在右侧的内部拿球 尝试给到中路禁区湖附近的右脚射门 球是偏出了球门左侧的立柱 又是来自于叶楚桂 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在中路跟几名队友 尤其是外援球员的配合应该说是相当的不错 而这次他也是心领神会的来到了禁区湖附近 接到了奥汉德扎的横传球 看看这次的脚球 叶楚桂角球开出 这次找前点先为刘云投球顶出去 拼抢的过程当中裁判吹了埃弗拉的犯规 埃弗拉也在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再来看一下这球 在第一下的争抢当中的双方的队员都没有能够碰到球 所以从裁判视角是认定 如果埃弗拉这下没有这个手上的这一下动作碰到吕海东的话 吕海东是能够形成对球的控制的 这球直接给进去 结果这下双方的球员都没能够碰到球 球是花梦而出 葛镇一次任意球 直接给到了最危险的禁区腹地 这下在后点跟进的王大龙也是没能够把球打上 李航 交给右边的廖军健 回到中间张奥坤 再给左边的埃之锅 左边罗逸 鸟双 李航 还是在后场来回的传递 去通过左右来回的调度 来寻找对手防线的空档 刘云在右侧内部拿球 再回一下 鸟双再把球给到左边 直接把球给进去 但这次在禁区里面 双方队员是出现了身体接触倒地了 裁判是 失忆 这个球没有问题 ソータ 火 来 艾弗拉也是在和胜身队的球员们在解释着 而这个时候呢替补席方面啊双方的官员似乎也是有争执出现 双方替补席的这个官员呢是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冲突 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现场的保安已经是拿起了摄像机 刚才呢卡罗也是上来拦住了情绪激动的替补席的官员 这样子的方式未必应该是拿起来的 出品了 这就是对了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干扰的 最后一件的质量 除了 我们特别位置出品 还很远 再来看一下 埃弗拉呢 在这一次起跳之后 胳膊肘确实是架起来了 而葛振呢 这一下也是被打到了面部 比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停顿之后 终于是恢复了 关键把球开向前场 廖军舰把球解围出去 球权还在武汉卓尔队的控制当中 埃弗拉把球拿下来 给到右边 拉菲尔 圣人队的传球是出了边线 也是希望双方的球员 不要受到此前的事件的影响 那么对于中甲赛场来说呢 确实是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 你既无法去判断这个球 究竟是不是有点球嫌疑 也没有办法去通过视频回放 再去追索 这个球是否是红牌动作 通过刚才那个视角的慢动作呢 我们确实无法去判断 刚才那一下 在胳膊张起以后 这个 这个胳膊上是使劲了 还是没使劲 那这一下呢 除非是有其他机位的一个回放 才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右侧再把球给进去 第四官员举起的捕食牌 捕食的时间有三分钟 在 这样一场比赛的上半场 由于出现了不少的停顿 所以说呢 捕食的时间也是比较长 爱直播 在左侧拿球 奥汉德扎第一时间上来逼抢 爱直播 缓开奥汉德扎以后 沿着左侧向前搓船 埃弗拉拿好球以后回敲 李航 把球给到中间 廖军舰上来 推给右边的明天 再向前发展 刘云在右侧 尝试拿球的时候被放倒了 裁判给了 武汉卓尔队在前场的一个任意球机会 武汉卓尔队在前场的一个任意球机会 左边 李航 传一个过顶球 被深圳队解围掉 深圳队在中场拿球 给到左边 普雷西亚多 再交给左边上来的队友 但这下汤子稍微有些大 廖军舰先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接下来的队友 武汉队在右侧向前传递 但这下也是没有办法继续向前发展 结果向回传球的时候 张耀昆赶紧把球解围掉了 主打扮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在上半场比赛因为一个事件而有所停顿之后 双方的进攻和防守似乎整个的节奏都是稍微慢下来了一些 而半场结束 深圳加兆业暂时在主场是2比0 领先着武汉卓尔 欢迎各位跟随着PPT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深圳市体育场 深圳加兆业队在主场迎战武汉卓尔队的下半场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中场休息的时候 武汉卓尔队看起来是要做坏人调整的 但暂时画面还没给交代啊 听现场广播的播报呢似乎 尿霜是被换下 童小兴是被换上 刘云还在场上 看看这两个坏人调整 是否全部是针对中场的 主打伴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欢迎各位继续跟随着PPT的转播画面 回到这场中甲联赛的第20轮 深圳加兆业在主场迎战武汉卓尔的比赛直播当中 下半场比赛 深圳加兆业队从画面的右边向左边进攻 武汉卓尔队从画面的左边向右边进攻 本场比赛的解读评数由卢俊杰为各位带来 在比赛的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各位在PPTV的聊天室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微博上搜索PPTV卢俊杰 找到我们的直播互动点 看到下半场比赛啊 童小兴是出现在了场上 其他的位置呢 我们也要通过比赛来观察 看起来好像左边站了周通 稍微有点远啊 咱们还要来观察一下 是不是换下了罗翊换上了周通 童小兴呢是换下了尿霜 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 在其他场地上传来的暂时都是好消息 绿城在客场暂时落后着黑龙江队 好我们看到周通是在场上的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周通换下了罗翊 另外呢永昌在客场也是暂时0比1落后着浙江义藤 那这样的话呢 现在永昌和绿城都是落后 对于深圳加州夜队也好 对于武汉卓尔队也好 暂时呢都是好消息 深圳队再把球给到左侧内部 被廖军舰解围出了边线 还是深圳队的界外球 对于武汉卓尔队也好 看到罗翊其实还是在场上 张耀昆呢现在看起来不在 那这样的话呢 武汉卓尔队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变阵 从三中卫的打法 变回到了四后卫的体系 换下了一个中后卫张耀昆 换上了一个攻击手 在边路的周通 周通呢出现在也是相对靠左一些的位置 在左侧他会和罗翼来进行更多的连线 而在中场中路呢 童小星替下尿霜之后 也要看看他在中场中路的表现 在刘云更多的投入协助进攻的情况下呢 童小星更多的注意力会在中场的串联以及协助防守方面 童小星在背后拿球的时候 深圳佳照月的防守队员在他的身后 有一个犯规 叶储柜 这下右脚是完全抡在了 童小星的右侧的臀部 看起来还好 没有太大的问题 叶储柜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武汉队在左侧拿球 翔往中间走 先被解为料 罗翼的接外球制出来 左边 周通再到三角船回来 刘云 翔往离给 这下位升任队拦截下来以后 有打反击的机会 升任队在右侧拿球 缓开之后往中间走 普雷西亚多跟阿汉德扎形成的配合 阿汉德扎在右侧拿球以后形成传出 但这次球是传到了后点 载向回给 后面有队友跟上来 干超 还是左边 本超尝试转移 但这下位埃弗拉把球拦截下来 埃弗拉拿球以后自己往前走 左边还有 周通再尝试跟拉费尔做连线 拉费尔缓过去以后 还在拿球 这次是进来 下场比赛 打了五分钟的时间 武汉博尔队 帮回一球 拉费尔在接到队伍的传球之后 杀戮进区 而这次在进区里面 扇转恒罗 最终是 获得了射门的空间 左脚再扣到右脚上 等着防御队员下场 最后一下 崔明回防回来下场 但是没能够把球堵挡掉 而是吃了拉费尔的火 拉费尔获得了右脚射门的充足空间 将球打向进角 帮助武汉卓尔队扳回了一球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比1 主场作战的深圳加招业 暂时还是领先着武汉卓尔队 但下半场一上来 武汉卓尔队就打尽一球 对于深圳加招业队来说 整个的防守 也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他们需要注意的方面 这次在左侧 大球以后直接打向中间 球到了另外一侧 已经出了底线 李海东在左侧的传球 李铁知道在下半场比赛当中的辩证是收到了奇效 在比赛当中换下张奥坤替补出场的周通 是刚才送给拉斐尔传球的人 他也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 孙兽博在本方的门前啊 扣开了 深圳加招业的上场上抢球员 拉斐尔以住之后给到左边 埃弗拉在左侧拿球 拿球以后横着走 右脚射门 球又进来 两分钟之内连进两球 武汉主尔队在客场扳平了比分 把双方的分差是拉回了同一起跑线 下半场比赛 武汉主尔队变阵四次二之后 效果是立竿见影 下半场比赛开始七分钟的时间 武汉主尔队就连进两球 在这次的防守过程当中 深圳队的整个防线应该说是稍显松散的 这也让埃弗拉在拿到球之后 是有充足的空间去完成射门 辽军舰在拼抢的时候也是杀得相当靠前 双方现在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比赛进行的颇具戏剧性 下半场比赛当中 武汉主尔队在下半场比赛的开局 趁舍舟业在下半场立足未稳 就打进两球 交给右边明天 尝试跟前面的刘云配合 刘云还能打好球 横着走 再多加把球给进去 右脚射门 又是面对关阵 但这次关阵是做出了 关键位置上的扑救风度 再来看 刘云已驻甘潮之后向离走 随后是把球迅速的交给了前叉的队友 武汉主尔队本赛季在客场打进的14个进球 有12个出现在下半场 在这次的配合当中有阅位出现 在微博当中的武汉足球报道 这位朋友也是发来留言说 武汉主尔本赛季唯一两球落后的比赛是 客场面对绿城 最终靠的是最后10分钟两球扳平 而现在 武汉主尔队在下半场比赛 刚开始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 就已经是两球扳平了 剩下来的比赛 对两队而言 又是从平手打起 但这个时候很明显 客队是士气高涨的一方 拉菲尔在拼抢的过程当中有倒地的情况出现 队一是赶紧上来 给拉菲尔做一些喷雾的阵痛处理 再来看 这下王大龙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 右脚是直接踢到了埃弗拉的脚踝侧面 更顺一下是拉菲尔的脚踝侧面 埃直波 左边的罗逸 李航掩着左侧内部向前的传递 埃弗拉在背身拿球的时候是被放倒 还是武汉卓尔的球权 武汉卓尔队在左侧拿球 罗逸先向回的传递 李航 童小兴 先回一下 埃直波再交给李航 李航转移球给到左边 周通在左侧拿球 交给中间的李航 两个人做一个二过一的配合 周通再横向地给到中间 拉菲尔把球给到右侧 右侧是明天右脚的传中球 先对深圳队挡出来 外围还有远射的机会 但这次的远射 不点没能调整好 外围童小兴尝试着一脚射门 深圳队有反击的机会 普雷下多蹚起来了 但武汉卓尔队两个人关门 是把球先卡住了身位 辽军舰 同小兴 回给埃直播 再给左边 罗毅在左侧拿球 离航 再交给左边的罗毅 周通在左侧的内部 往中间走 童小兴 停一下 没能过得了防御队员 在反抢的过程当中犯规了 奥汉德扎 现在游移到左侧的内部 自己拿球往前走 尝试跟普雷下多做配合 再敲出来 绿海东的传中球被挡掉 尸人队再把球给到右边 叶楚贵给到右侧 张远停下来以后往底线走 想尝试传中球 被防御队员把球碰出底线 尸人家装业队在右侧的角球 角球开出来 这次到了中路 但这下投球顶到了 没能够顶向球门的方向 有碰到防御队员 主策办示意这是角球 在比赛的直播过程当中 要提醒各位 海量聚会八块八包 有便宜有好货 尽在苏宁一购 左侧的角球开出来 前点先被投球顶掉 顺人队再大范围的转移 给到左边 吕海东给到中间 投球顶下来以后 阿汉德扎尝试做配合 又叫射门 这次是被孙宗博把修挡出 阿汉德扎和普雷西亚多的这次配合 两个人之间还是体现出了默契 李航在跟裁判做着交涉 这下裁判失忆是 此前武汉卓尔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有犯规出现 通过回放来看 裁判似乎此前的手势是认定 有一个手球出现 盛众队获得一个在 撒球湖右侧的任意球 看看这次 三个人站在球前 左脚直接打向球门 但这球高出了 吕海东把球打向球门 但这次左脚没能够完全把球压住 这次左脚没能够 童小星把球给到另外一侧 但这下周通的跑位和队友没能想到一块去 在微博当中张瑞也是发来留言提醒说 卓尔客栈大连超越的比赛也曾经是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安平的 在那场比赛当中上半场大连超越队是连进两球 随后武汉卓尔队是扳回一球 以1比2的比分是结束了上半场 而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武汉卓尔队是再进一球 最终是将比分定格在了2比2 而这场比赛剩余的时间连上50还有将近半个小时 在另一块场地上浙江义藤已经是2比0领先着石家庄永昌了 而绿城依然是0比1落后于黑龙江队 布雷西亚多背身拿球敲给队友 随后再给左边 两名武汉卓尔的防守队员是同时到位 最后是爱直播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还是深圳加招夜队的界外球 布雷西亚多谎动的过程当中 裁判吹了布雷西亚多对埃弗拉的犯规 右边 巴菲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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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武汉队在左侧拿球 童小兴 自己蹚一步往前走 协赛交给队友 刘云随后再交给了埃夫拉 埃夫拉的投球 这下是被胜任队先拿下来 胜任队向前的传递 武汉卓尔队再次抢得球权 左边 再来到中间 拉斐尔拉出来 刘云在右侧内部拿球 给到右侧边线附近的明天 明天选择往底线走 再扣回来 还是刘云 李航 右脚搓传起来被挡出来 外围还有机会 这次湖顶附近的右脚射门 但没能够完全打上力量 观阵把球接住 观阵示意队友快上 自己长传球发动反击 普雷西亚多倚住了身位 把球销给右侧上来的队友 挑传身后 但这下爱直播也是收过来 把球先解围出了底线 盛阵驾照业队在右侧的角球 左脚把球开向中路 孙兽博先把球摘到了 直接手抛球交给队友 刘云 右边还是刘云 胸部一停尝试过人 这下还是被身任队先把球拦截掉 普雷西亚多再次尝试跟奥汉德扎连线 但这下武汉卓尔队先是判断到了球的路线 左边 想找前面的埃弗拉 先被反奥远远解围出了边线 还是武汉卓尔队的界外球 拉菲尔把球给到中间 李航再给左边的拉菲尔 拉菲尔在外围横着走 尝试跟队友做配合 但这下捅了一脚以后 没能够把球再向前领 武汉卓尔队在前场再次完成抢断 在外围来了一脚远射 打到了方尔利元身上 右边武汉卓尔队还有拿到球的机会 刘云把球拿下来 先向回交 明天 再横传给到中间 童小兴左脚都进去 但这次进攻线上 最后一下投球没能够碰到 拉菲尔就差一点 而且在此前队友传球的一瞬间 他也并没有处在越位的位置 武汉卓尔队在右侧拿球 还是留云 但这下没能过去 叶楚桂把球抢断掉 深圳队找到前场左侧 但这下的传球稍微大了一些 各阵 沿着左侧向前的传递 林海东往中间给 干超 再回到本方的后防线上 乔薇把球给到了右侧 张远在右边拿球 林海东 想给敖汉德扎的 武汉卓尔队把身位卡住 明天 在 以住 李海东的过程当中 李海东在背后是犯规了 艾弗拉 宣布一停 这下还是先被上抢的防尔队员放倒 深圳队要做出换人调掌 换下的是39号的干超 要换上的是22号的李静庆 艾弗拉 这次是出现了伤情 艾弗拉跟裁判在示意 再来看 在此前 拼抢的过程当中 艾弗拉认为是被乔薇 灯踹到了 这次是出现了伤情 大战的过程当中 艾弗拉认为是被乔薇 大战的过程当中 艾弗拉认为是被乔薇 大战的过程当中 艾弗拉认为是被乔薇 在其他人被乔薇 武汉主要队挑传 直接给到了前场 但深圳队把球拦截下来 深圳队在右侧拿球 直接给到湖顶附近 但普雷西亚多这次没能和 奥汉德扎行程连线 艾弗拉回来拿球 在左侧 自己带球向前趟 发射队员在身后有拉转 采判吹了 深圳夹招夜队的犯规 艾弗拉这下刚才速度已经起来了 门场比赛 观众们的数位 五千六晚三十七人 刚才拉拽的是叶主贵 但是他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 左边 左脚的传中球 中间直接被观阵摘到 观阵迅速地将球给到了奥汉德扎 但在向前给的过程当中 球是先被廖军舰封堵了 出发不容的 在微博当中咖啡加点冰这位朋友在说 胜任队的后场和前场看起来有些脱节 似乎体力存在着些许的问题 在比赛当中两队都是碰到一周双赛的情况 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的两队都要去克服连续作战 给他们的体能所造成的影响 一周之内两队一个是从东北来到深圳打了一路的客场 另外一个则是从新疆打完客场以后到北京再来到深圳 右侧的船中球被投球领掉 外围再搓船给到左边 但这下呢 边材已经是举其示意越位了 在密极片石上世界为公司地位 在密极片中公司塔尔教堡 包容énerogy 唯强 在密极片呢 在密极片上 孙瘦博直接敞传给到了前场 市任队先把球拿下来 李靖庆 转移球给到另外一侧 市任队在右侧拿球 想再给左边的时候明天上来把球断掉 这下拉菲尔的一漏 埃弗拉是没能意识到拉菲尔不会拿这个球 李靖庆向前给的时候被武汉卓尔队断下来 拉菲尔把球交给了埃弗拉 埃弗拉背身拿球 裁判示意没有问题 比赛继续 武汉卓尔队再次抢得球权 这次在拼抢的过程当中 裁判吹了奥汉德扎的犯规 李航在中路拿球的时候 奥汉德扎手上有一个动作 武汉队长传给到前场 想找前面的埃弗拉 但这一下呢 拼抢的过程当中 边才是摇旗示意 埃弗拉在身后有犯规 场边武汉队要再做出换身调整 要换下七号的罗毅 换上六号的李超 李超也是一名 能打多个位置的球员 来看一下他上场之后 会站在哪个位置上 如果说李超站在中后位的位置上呢 那基本上要是恢复了卓尔的常规阵型 一个三中位的配置 李超居中 而左边一位则是变成周通 这也是之前比赛当中有过的配置 左边 斜塞 奥汉德扎领了一步 过掉了上抢的廖军舰 但再往中间给的时候 被武汉卓尔队把球清掉了 脚船给进去 武汉中奥队先把球权拿下来 直接向前的传递 被尸人队把球卸下来 尸人队在右侧拿球 在右侧的内部 普雷西亚多 落下卓尔队 葛震在左侧把球拿下来 自己再往中间走 向回交给队友 李津庆 再回给乔薇 黄大龙交给葛震 再找前面到奥汉德诈 拉菲尔自己拿球往前走 还要尝试过人 这下呢 其实中间有一个时机是可以将球分给埃夫拉的 三万吹了在中场拼抢的两位球员之间的纠缠 吹了深人队的犯规 这是崔敏 在中路拼抢的过程当中 再来看 跟李超两个人有一个面对面的对角 更正一下是李航 武汉卓尔队在中路拿球尝试渗透 童小兴 李航 传一个身后球 想找右边的明天 先被深人队写围掉 中场 武汉队这下还在控制 埃芝波再把球给到左边 埃夫拉在外围拿球以后想要分到右侧 胜任队的机会 奥汉德扎拿球往前走 这次廖军舰先把球处理掉 左边 绿海东一扣 往里走 擦盘吹了刘云手上的动作 并且掏出了黄牌 胜任队的前场阵一球机会 葛镇来处理这个球 场边有换人要做出 祖鹏超准备出场 要换下的是8号的叶楚队 叶楚队 快上27号 赌鸿昌 看这次右脚开进去以后 投球没能顶到门前 还有机会 先被法尔律元界围掉了 再来看 葛镇右脚把球开进去以后 第一点的投球是没能够顶上 孙叔伯把球挡出来以后 武汉队是把球先解为了 传进去以后 这次的投球攻门顶高了 王大楼 优优独播剧场—— 孙叔伯长传给到前场以后 武汉卓尔队连续的投球接力 想找前面的拉斐尔 葛镇长传球给到中场 武汉队投球顶下来 童小兴在中场拿球 了军舰 武汉队再次向前的传递 拉斐尔投球顶下来 刘云在右侧叫后跟 想把球磕给明天 两个人没能想到一块去 刘云的这一颗 意思是到了 奥汉德扎背身拿球 把球给到了左边 葛镇上来 跟队友做一个二规一配合 再往湖顶给的时候 被武汉卓尔队解围掉 在另一块场地上 绿城是扳平了比分 现在绿城在客场是1比1 暂时和黑龙江火山民权是战成平手 比赛还没结束 而这边的比赛是进入到了商庭古时阶段 古时的时间有三分钟 三分钟 神圳队的前场任意球 还是葛镇来处理 比赛已经打满了90分钟的常规时间 进入到了捕石阶段 葛镇右脚可以进去 这次球进了 捕石阶段 深圳队打进一球 在主场再次将地分超出 关阵都上来庆祝 在最后时刻 葛镇的这次任意球 是落下禁区 而在那一瞬间 没有人碰到球 球是直接飞进了球门 这是一个非典型的任意球破门 相比于徐亮的云越弯刀直挂死角 葛镇的任意球 这次是在孙兽博的面前有一个弹地 导致孙兽博这一下是没能够把球接住 球从孙兽博的身边 漏进了网窝 凭借着这力进球 深圳加兆业队在主场是3比2 再次取得了领先 而时间只剩下最后的两分钟不到 现场的电视转播给出了一个叶储柜吃到黄牌的字幕 叶储柜已经离场了 但是叶储柜在场上的时候是有一张黄牌的 如果说这次叶储柜是因为庆祝而吃到黄牌的话 那可能会在这场比赛变成两红换一红的情况 但转播画面的并没有交代 这次在拼抢的过程当中的李航有一个跳下 这次在拼抢的过程当中的李航有一个跳下 主场伴出现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深圳嘉照业队在主场是3比2战胜了武汉卓 取得了这场颇为艰难的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取胜之后 深圳队的积分是来到了34分 而绿城在另外一块场地上 他们的比分暂时还是1比1 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深圳队将会暂时和绿城同分 当然那边绿城的比赛还没结束 而由于梅州输球 永昌也输球 黄海市平局 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深圳队至少能够排到联赛积分榜的第三位 最好的位置将是联赛积分榜的第二位 而武汉卓尔队现在在积分榜上 依然是处在联赛第一的位置 回到演播室 最终全场比赛的比分是3比2 对于两支球队来说 这样的比分 以及下半场比赛跌宕起伏的比赛过程 都是久久让人难忘的